我們是結果是這樣的話 那其實就幾件事情 就是我們的程式嘛 就是總共有 其實就這幾行而已嘛 你看寫來寫去就是這一些 但是你有沒有辦法 我剛剛講完自己可以把它打出來的 而且打的時候特別注意喔 記得這邊要Tab 這個是按Tab鍵 然後這邊又縮排 所以for對ness 它一定是這樣的縮排 那if是兩個縮排 and if前面也是兩個縮排 然後 裡面東西又再多一個縮排 一個 你會發現就很清楚 尤其是 程式有時候寫幾百行幾千行 再多行也 一目了然 所以 寫再多都不用怕 而且 比較不會寫錯 也不會有什麼樣的bug出現 所以像你會發現就寫正確一次就好了 不用說一直在那邊改來改去 這第一個 第二個就是 就是加一點點這個註解吧 這個什麼叫註解 前面是一個單引號 然後呢 它不會執行 字是綠色的 是寫給你自己看的喔 所以 我 因為 怎麼講 因為我自己都已經大概知道了 所以我 上面只有寫一點點 是因為 我覺得好像其他都 如果你看不懂 請你就足行註解吧 比如說這底下 這一行是幹嘛 這一行是足行嘛 下面這個什麼 邏輯判斷 所以你可以自己再加個2 是做什麼的 如果你這個後面這一行還不知道 你沒關係 你在這個後面的再加個 什麼 你就自己再打一個什麼什麼什麼 OK 然後你會發現 移開它一定是綠色的 這行如果不知道的話 你沒關係在這個後面再加個這是什麼什麼什麼 你就是加強你的印象 那就這樣子 程式裡面就有很多註解 你寫給自己看 以後的話 你要來修改 其實就很快 把它稍微動一下 就OK了 接下來的話 這第1個 第2個的話 我們 假設我需要 結果2 是把 在問題裡面 有 zzb 當然也有zza 等等的 你可以換一下 zzb有的 幫我call到一個什麼 新的工作表 所以 怎麼樣call到一個新的工作表 這邊你可能要學會 這邊有多的啦 以前可能前面沒有講過說 你要學會 了解那個工作表的物件 好像前面有用到過啦 有沒有就是那個 shts 然後 加到最後 因為我要 做的是就是 新增 那新增特別重要 它是一個方法 方法的話就是 shts 物件 點 add add就是新增 對不對 那add的時候 他會問你說 你要新增到哪裡 那你就是新增到什麼呢 最後面那個的 後面 最后面那个 所以特别是这边有一个after跟before的概念 因为它是左边跟右边 那after就是说 我要就是新增到最后一个的后面 所以叙述的方法就是after 冒号两个斜线 指的就是说 一个参数 那哪一个呢 最后一个的我们可以透过一个属性 叫shits.count shits就是物件 .count就是总共有几个 那我就是帮我新增一个 移动到最后一个 类似像这样按下去 它怎么样 它会多一个 那在VBA里面的叙述的话 就是在这边我们刚刚有 但第一个 我第二个需要就是复制到一个新的 那名称的话 我一样插入一个程序 名称叫什么 比较简单 有ZDA的复制到另外的工作页 或者叫工作表 用工作表 我觉得会比较统一 工作表 shits就是工作表 OK 好 那怎么新增呢 就是这个 shits.add add哪里呢 add到最后一个 所以最后一个的表示就是after 当然你可以用before before就是 这一个的 左边就是before 右边就是after 然后最后一个怎么 因为我不知道最后一个是 叫什么名称 所以我直接给一个什么数字 这个数字的话就是说 它会告诉你这里面总共有几个 那因为现在总共有四个 所以它这个回传的话 这个就是四 也就是说呢 以在最后一个新增 第四个这个 在右边新增一个 所以新增到这里 所以这一行的话呢 我把它执行一下 按了一步八好了 假设执行过 你会发现哦 它会帮我新增一个 那名称 看你要不要改了 我如果不改的话 我就叫 它原来预设名称 就叫工作表四 那再来因为我要做比对 所以必须把它切回到 第一个工作表 所以切回到第一个工作表 这个不想前面有讲过了 然后切回去 那比对的话 就是怎么样 就是跟刚刚一样嘛 for i 等于 有没有 1到22 所以中间这一段呢 基本上可以从上面 复制下来 基本上哦 只要改中间这个 因为上面是 上面是上色 可是下面是要call过去 那call过去会有个问题啊 我要call的那个我知道 可是我要call过去的那个位置 我不知道 比如说我应该要call到 这个好像前面也 黑名单那个 有没有 也有类似的哦 有没有 黑名单里面还有印象吗 我们找到黑名单 一样放到新的工作表里面嘛 对不对 所以那个时候 我还有增加一个变数 叫 叫 印象叫 叫J 还是叫K 我忘记了 反正能预设 这个J指的就是说 我要call过去的工作表的位置 它是从第一个开始 所以我预设值就1 就是指的是call过去的第一列 那如果又找到的话呢 那就怎么样 call过去之后的话 把J再加1 为什么要加1呢 因为我要call到第一列 第二列 第三列 一直往下 如果你没有加1 它一直把你盖掉 同样的位置 所以哦 怎么call过去呢 因为我现在切到第一个 找到之后的话 我要call到哪里呢 call到最后面那一个 有没有 shits shits.com 的 追列的 一样是A栏 所以你会发现 我这样callcall 全部执行完毕 本来里面是空的嘛 对不对 这里面是空的哦 那我就执行 这个J等于1嘛 然后找到了 第一个不是 第二个是不是 第二个是 第二个是的话呢 那这里面是放什么 就这一个 ABC ZZ B 124 call到哪里呢 call到这个 那我把它执行过来 执行过之后的话呢 J再把它加1 这个时候J等于2了 OK 那我们切到这个来看 过来了 记得要切回去啊 你不要 游标 因为游标一定要在 这个 然后再来下一个 不是 下一个是不是 也是 所以呢 J等于2 那这个时候的话呢 他就call到第二列了 然后J再把它加1 所以这个时候 你再切过来看一下 因为应该是126 这个 日记币126 然后切过来看一下 126了 OK 以此类推 那以后 你不是一样的方法 只要是某个关键字存在的话 那就可以怎么样 就可以自动的帮你产生一个了 那这样全部执行完毕之后的话 那我们来看一下 基本上 他就全部都帮你call过去了 OK 来看一下 没错 所以以后 如果你有类似的需求的话 就可以这样做了 不过这个其实说真的 前面的那个黑名单筛选里面 也有类似的解法 如果忘记的话 恐怕就把前面那个黑名单筛选里面的那个范例再拿出来 因为黑名单就讲 一个是要找的 一个是黑名单 在黑名单里面找到之后 call到第三个 那不是跟这个几乎一模一样 差别是说呢 我们没有自动新增一个新的工作表而已 其他好像都一样 OK 所以这里的话我想各位试试看好了 给他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所以这个范例里面的话 总共可以学到两个东西 一个就是找到上色 第二个是找到不是上色 找到是call到一个新的工作表放过去 其实说真的 这也没有几行程式 但是其实作用还蛮大 因为如果你的工作里面有需要不断的去找一个什么资料 做一个后续的处理的话 说真的你用人工来处理 真的太浪费时间了 但是如果你用这种方式来做的话 你一下就可以帮你一下就完成了 那当然不是说只有 怎么讲 找某个字串 那你可以比对 哪个数字大于多少 给他一个颜色 小于多少给他一个颜色 像那个股市有没有 哪个多少多少 他涨跌幅那些其实也都可以利用类似的概念 去把它完成 那除了说上色之外 你可以配合删除 我想这个部分的前面的程式码里面也都会有类似的东西 那我们只是说把前面的东西再把它找一个范例再来练习过 OK 所以请各位试试看 那完成的程式码在云端上也都有 可以再把那个云端白板上面的这个这个答案 可以稍微看一下 那除了这个部分之外 请最好是自己可以key一下 然后注意一下缩排 还有注解 不是说你只有Ctrl C Ctrl V就算了 你可以把那个 有些你不懂的地方 可以自己再加一个注解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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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